传说李佳心嫁给许静恒那天 全香港的太太们都松了口气 想想李佳心那张脸 这样的说法似乎也不为过 港界选举中 又评委这样形容过李佳心 他一出现 我的眼里就再也看不见其他人了 只能看到他 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全心云集 即便这样 李佳心也能凭借美貌站稳脚跟 然而 这样一张倾国倾城的脸 却用在了征服富豪上 不过他刚嫁入豪门的那段日子 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过 自从嫁给许静恒之后 这位早年叱咤娱乐圈的风云港姐 便只爱跟老公晒合照了 参加慈善活动 夫妻俩要出双入队的秀一下 结婚十五周年 更是要昭告天下 毕竟许静恒也是当年李佳心 征战了一圈豪门贵公子之后 方才成功拿下的好二代 如今日子过得逍遥快活 当然要巡视胜利了 不过不得不承认 李佳心无愧香港最美港姐的称号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位姐姐依旧保养得相当好 身材微走样 就连脸部状态都一如当年 让网友们纷纷感叹 岁月从不败美人 其实 这两年能偶尔出来修一下恩爱 对李佳心来说已经是高调了 毕竟此她嫁入许家之后 便一直受婆婆许家主母的严格管教 房间甚至还流传着 许家婆婆对这位不安分港姐的八条家规 从家规中可以亏得 李佳心要遵守的豪门规矩相当严苛 上至大劫时的叩拜里 下至非必要不得留苏娘家 大到不再进行目前演出 笑到形势低调不得医者暴露等等 可以说李佳心的婆婆 对这位儿媳的约束无微不至 以至于结婚多年来 一向爱出风头的李佳心 形势低调了很多 至于其中原因 相必还是门地之差 许靳亨是香港传王许世勋的小儿子 他一生只有一位夫人 便是原配妻子建新春 这对老夫妻携手一生 干情意志非常好 也是豪门中的一股清流 许世勋即便成了富甲一方的豪申 可仍旧独宠爱妻一人 家中虽有众多庸人 可美美出行 许家老爷子还是会时刻照顾太太 能看得出这对老夫妻的挚爱情深 可许靳亨却是个滑心阔哨 年轻时美少跟娱乐圈的女明星有染 甚至还险些把刘嘉玲娶进门 两人当年的恋情也是娱乐版面的头条新闻 许家老爷子看见小儿子如此花心 不止没有接受家族产业的能力 甚至还留恋女明星 便想出了联姻的对策 希望能让小儿子取一个门当户对的豪门千金为期 毕师澳门赌王之女何超穷就成了最佳人选 双方家事对等女方能力出众 联姻是最好的商业融合 于是许靳亨和何超穷便遵从各自的家命 完成了这场世纪婚礼 只是不出所料 这两人心里各有挚爱 婚姻只是一场形式 但何超穷的端庄大方 豪门千金的气度 却是许家长母钟爱的 不管何超穷与许靳亨的关系如何 她与婆婆相处得非常融洽 甚至在与许靳亨离婚后 她仍能与前婆婆喝茶逛街 两人出行时 许家老太太面色喜悦 担心让她搀扶 作为何家未来的掌门人 何超穷虽说离开了许家 但却并未舍弃这种商业关系舍弃 跟许世勋也常有往来 老人家再见起儿媳 也是喜笑颜开 对比之下 李佳心进门后 却不怎么受婆婆待见 她本就是小门小户的出身 再加上李佳心早年曾与香港多位豪门传过恋情 其中最知名的一位便是刘鸾雄 至今网上仍流传着一段音频 内容是李佳心因刘鸾雄移情他人 而向刘鸾雄爆粗口 粗味夹杂着火药味 实在犹如斯文 另外 她与才子倪震也有过公开的恋爱关系 有过这么多关系混乱的感情经历 李佳心又怎能入得了许家妈妈的眼 给她立下八大家规 在外人看来是家规 可对许家来说何尝不是一种防范 防着这位美人张扬高调的个性 和迷人性感的外形 有损于许家的形象 所以在许家两位老人在世时 李佳心严守家规 鲜少抛头露面 每每出席公众场合都衣着得体 尽量让公共婆婆开心 可媒体仍旧拍到过多次 疑似婆婆对李佳心不满的照片 婆媳关系不合也是媒体热衷的八卦新闻 在许家竹目去世后 李佳心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自由时光 就连网友都纷纷留言 恭喜李佳心重获自由 可安享豪门阔态的无忧生活 但是李佳心真能过得那么自由吗 虽说许靖亨确实是好二代 可他多年来并无任何事业心 几乎是家中的一只蛀虫 许家两位老人离世后 他只能从信托基金中领取生活费 虽说每月也有200万支数 可对于乐享高奢生活的李佳心来说 这点钱还是有些捉襟见肘的 可另一方面 他确实是自由了 之前不敢穿的泳装 露背 露气装 现在都敢随便穿了 外界一直称赞其好身材的同时 也不禁感叹这位港姐重获人生自由 如今自由是有了 但为了保持好身材 李佳心可是差点丧了命 2020年初 李佳心突然在社交媒体上 在留意治疗的照片 自曝过去48小时在家户病房 情况令人相当担心 李佳心后来接受媒体专访 透露自己发病的经过 李佳心表示 这次的病情来得很突然 发病当天凌晨 她突然感到心跳加速 不能呼吸即走路不稳 血压即降 她的家人立即联络相熟的医生 将李佳心紧急送到医院抢救两小时 她形容自己当时情况危险 与死神擦身而过 在进ICU之前 她的心跳就很猛 甚至达到每分钟跳160次 要知道正常成年人的心率 为每分钟60到100次 李佳心的这种情况 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了 李佳心在恍惚中 还听到丈夫许晋亨和医生在打电话 许晋亨问大夫这种情况下 能不能让李佳心先睡会儿 医生回答了一句 No hurry 许晋亨一看到消息 以为是无碍 不急的意思 就安慰妻子让她先睡会儿 结果没过多久 医生打电话来问他们到哪了 赶紧带着李佳心来抢救 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许晋亨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医生的意思是No Hurry不行快点过来 中间只差了一个标点符号 意义就完全不同 李佳心事后回想起来还很后怕 怎么会有这么粗心的老公 如果再晚一点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医生还说 如果再迟点抢救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李佳心了 此事过后 李佳心并没有销声匿迹 他依旧活跃在社交平台 多次与许晋亨秀恩爱 就在今年 还再次被刘鸾雄拉出来溜了一遍 刘鸾雄在澄清和洛选港节 吕立军复合传闻时 被问到一生挚爱的女人是不是李佳心 刘鸾雄一脸不屑的回应 当年在李佳心过生日时 为了宣传自家的商场 和他进行的商业活动而已 商场名字是带儿子取的 登报是助力去做的 李佳心的目的是激将法 营造出自己很受欢迎的样子 让男朋友许晋亨有危机感 早日取他进豪门 许晋亨果然中计了 担心李佳心太抢手嫁给别人 所以不久后就求婚 李佳心靠着耍心机成功嫁入豪门 又留下刘鸾雄白月光的美名 真的是一件双雕 刘鸾雄还隐晦地表示 有人结婚两三年 还向他索取钻石包包 大家一对照时间表 发现结婚两三年 说的还是李佳心 嫁给许晋亨后 李佳心开始走豪门阔台人设 每月从许家的信托基金零两百万 平时晒晒老公 晒晒儿子 已经不是以前那副咄咄逼人的模样 可发布会后 早已岁月经好多年 他在网上发了一段文字 让人闻到了当年的火药味 李佳心说 家里的狗狗做了绝育变得安静很多 建议有的人也做一下 看来对此事也很是介怀 不过这风波很快就过去了 李佳心依旧是时不时的与许晋亨秀恩爱 去年圣诞节 不少一人都初步过节 李佳心与老公许晋亨 佳姐李佳明等 也去日本东京过圣诞 在新宿一家百货公司外 被网民野生捕获 视频一开始就见到许晋亨 从后抱着老婆李佳心 看来人前人后都非常恩爱 而李佳明则站在李佳心旁边 随后三人齐齐走过马路上车 似乎在当地亦有专人负责接载出入 李佳心穿着红色毛衣配羽绒马甲 一双大长腿笔直纤细 与李佳明并排而行 许晋亨背着包从左侧汇入 评论区有网友留言 指李佳心不知奇怪 看着似乎身体有什么不舒服 更有人说他像80岁的老婆婆 步履蹒跚无力 欧日李佳心的博主留言为李佳心解释 博主称李佳心看着身体比较弱 走路慢 应该是病愈过后的状态 李佳心也承认 因为上次住进ICU因为血压急降 导致肝脏、肾脏、心脏和肺等器官都受影响 次次被胎看来元气并未完全恢复 平日里李佳心极其自律 严格管理身材 能看到他的不少运动健身照 喜欢做瑜伽的他多年来保持着完美身段 肌肉线条完美 不过也有网民担心他身材太瘦 其实这也是娱乐圈内女明星的通病 不管怎么说 身体健康才是第一位啊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趣闻趣事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